Course Green啊,青色,这个蓝啊,这个是蓝 再来这个是Tip Jacko啊,可是你看看它像深蓝,它不是啊 它带灰的比较多啊,它是很深很深的那个灰 几乎是带黑这样子的灰色 Tip Jacko,蓝色,还有我身上的青色 Course BDF04,价钱是97 最小的蓝是从S开始,最大是去的 XXL,跟着距离的尺寸下单啊,这一件一样是穿M3 佛那些胶小玲珑的啊,现在我们的裙子太长了啊,这一件很适合 因为这一件呢,穿在我身上就是比Burftly的那个长度 有口袋啊,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的 进去看款式先啊 前面这些扭扣是款式来的,Non-Functional的 口袋这边是Functional,左右两侧口袋一样是Functional啦 后面隐藏拉链有上往下拉,腰带是搭一起的 基本上这样子的款式啊,尤其是这些接拉链的部分啊 比较厚的面料这一个部分啊,它香味会比较难拉 还是腰间这边香味会比较难拉 那个不属于瑕疵啊,ok,不属于瑕疵啊 我身上这个是MOSCREEN啊,ok 基本上它三个色都是属于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冷色系的,就对,你看 然后放在一起啊,它是就是没有像刚才那个比较bright的 这一个都是比较冷色系的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端这一件是穿M-Size 下白就属于一个大A小flare的裁剪就对了 前面是这样子有款式的,ok 袖子这边又是有扭扣啊,袖子这边是有扭扣啊 助理是穿M-Size啊,来就换蓝色给你们看见 这个我穿的M-Size 腰率是比较贴身啊,因为它的腰是到76啊,ok 能接受贴身在下单啊,因为我的腰是属于卡码,就卡 between M 跟 L 哈 所以说这款是我腰会比较贴哈 呃,对,因为我是接到76,所以说能接受贴身 M 是可以,不然的话就需要带走 L-Size 这个啊,身高160对我来讲,穿着就是一样啊,就是乞丐,乞丐,乞丐就是刚好到乞丐那一边啊 属于一个是要比较短一点点 那这个袖子是属于一个气氛袖啊,可以给那些说 呃,比较比较说,呃,找中袖的,你们可以考虑带走这个款 我是穿着M-Size啊,然后说,它也特别是说,前面它有加衣领啊,只是说它前面的扭扣啊,反式而已啊 前面扭扣只是款式,它的穿托是后面拉链啊,比较后面隐藏拉链 加上它是有扣的,这个的变料是属于一个微弹啊,弹力不是很大 所以跟这里的尺码啊,能接受M啊,可以,呃,就是要比较贴身 那么不能的话,不能接受贴身的话,然后你就需要带走L-Size啊 我现在是穿着这个,是M-Size来的哦 OK,拉出来一样啊,它是一个小flare的一个拆解,OK 整体来还是这么的管哈 这一期需要找一个plan的脸身群,这样子小,小flare的,OK 这一期就有这一个款式,下白属一个小flare的那个裁剪就对了,OK 啊,有口袋,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的 啊,基本上如果你上个色里面想要穿的比较显白的颜色,就我身上这一个蓝啊,OK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浅的啦,袖子这一边是这样子有扭扣的啊 属于一个,呃,中袖的长度啦,OK 这个,even,啊,基本上它所有的盖遮的地方都遮完了 拉链是在后面啊,由上往下啦 腰带是搭一起的啊,呃,就算如果你不要把腰带一样是可以的 它的腰带是跟它裙起的 它是学有点高腰啊,对啊,对,这一边是有点高腰的 啊,就算穿起来它是会比较属于比较高腰的一个裁件哦 主播知道这个是属于最浅的颜色啊,蓝色 for那些较小鸽子较小玲珑的啊,这一件非常适合就对了,OK 然后我快速的去换那个tip tackle给你们看啊,很深很深的灰啊 最显示的颜色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我身上的这个dl cackoOK 它就是带黑的那个灰色 它的颜色是属于两个深色 然后一个是浅色 两深一浅 要写中的话可以选择 对还有一个就是Moss Green 显白的话就带着蓝色 三个是BDF04 价钱是97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有去到XXL 蓝 青 还有就是我身上的Tip Jacket 跟着距离的指数下单 这一件是穿M size 左右两侧是有口袋 前面也是有口袋 可是基本上没有人会用这边前面的口袋 都是用左右两侧的 这一期只要找一个比较短的脸身裙 就只有这一个款式 没有了 然后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式套装 一套的 上一家裙子 半裙